希望登錄之後我在首頁上面也可以看到 比如說歡迎某某人 某某這個是一個他的帳號 那我就可以直接怎麼樣呢 比如說我今天 可以在首頁裡面 比如說我的首頁是在 這個D4的這個 這個網頁裡面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打一個字 比如打一些 歡迎 比如說我在除了說在上方 之外 我也可以輸入 歡迎然後把這個 Login name的控制項搬到這裡來 放開 把它save 那我們在 執行一下 那將來在首頁登錄 除了在右上角會出現那個 這個這個訊息之外 在我們的首頁裡面有沒有 也會出現 歡迎 其實有沒有發現 Login name的控制項 就是這樣的顯示方式 那這個地方跟這裡是一樣的 那再來就是說 其他還有比較重要的控制項 例如 這裡 把這個先停一下 除了說Login name之外 這邊還有一個叫Log Status 就是說我們登錄的狀態 那當然 登錄狀態有所謂的那個登錄跟登出 如果說你今天呢 希望在登錄之後的話 你也可以在旁邊 讓使用者 很方便的切換登錄登出的話 那你直接拖拉到 這個地方 比如說在旁邊 再讓他 空格一下 好了 然後在旁邊Status 放到旁邊 那這邊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登錄登出的顯示模式 那你把它save之後呢 將來執行之後呢 也會在你的首頁裡面呢 除了說在右上角 可以看到這個登錄登出之外 在這裡也有 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Login name 這個是一個 Login的Status 那這部分的話請各位 也稍微看一下這個 10之2的部分 那主要會有這兩個比較常用Login name的 控制項 然後還有Log Log status 這個是在10之16頁這裡 那另外還有一個Login View的部分 等下再來看好了 好把畫面呢 還給各位 比如說要讓使用者 自行 新建一個 賬號的話 那在這裡面的話 他也預設了 有一個 我把它執行一下 各位看一下 預設的話 他有一個 利用那個 Create 這邊有一個 第這個這個後面部分 在第19頁這裡 除了這相關的Status 他也提供了一個 這一個 Create user的weather 那這個 也就是說 你也不需要 寫任何的程式 反正他畫面就已經提供給我們 上面需要欄位也都 建立好了 那你會想說 那可不可以變更 當然不行 因為這個控制項 是他給我們的 長這個樣子 這樣子 所以如果說你要其他欄位 很抱歉 請你自行設計吧 所以